這是熱浪戰機王 這是熱浪戰機王 今天我要見到其他兩種奇怪的機器人 首先是風雷戰機王 真常版風雷戰機王 還有一位龍虎戰機王 豪華版龍虎戰機王 這三個機器人也太帥了吧 首先我要把牠們變成五個機獸 拆解熱浪戰機王 進行重組 可以得到炎鳳鳥和碧甲龜這兩個靈獸 拆解龍虎戰機王 進行重組 可以得到夜虎和圓龍這兩個靈獸 風雷戰機王 將牠拆解後重組 可以得到一隻靈獸笑屍 現在我要把這五個機獸變成五個火車 靈獸鹽鳳可以變成一台鹽鳳號 靈獸地甲可以變形成為地甲號 靈獸獵獵鳳 靈獸獵鳳變形後 將得到一台獵鳳號 靈獸猿鳳重組後 靈獸去了 靈獸獵鳳 靈獸獵鳳 車青獵鳳 驸鳳獵鳳 哇 太酷了 五台列车可以组建成 2.18米长的轨道先锋 这也太好玩了吧 这个部分就非常酷了 热浪战机王加上龙虎战机王 可以组合成一个新的巨神创击王 首先把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拼出来 准备好了吗 开始组合 总共需要19部 4机合战巨神创击王 接下来是5机合战 巨神创击王 加富雷创击王 等于超神创击王 这就是最终形态大合体 这一套公共三个机器人 最后组成这个超神创击王 简直太帅了 机甲的各个组件都可以自由搭配 所以还可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机器人 我们任意搭建了三种机器人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各种搭法 就等玩家们自己来发掘咯 既然要关注点赞分享哦 明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再见 拜拜